可以分析一下基德海贼团和罗德海贼团去到船长之后的战力对比吗 打起来的话 基德的人数很可能占有的 因为我之前说过基德很可能是超越新之中规模最大的海贼团 在草谋大成团还没有成立之前 现在肯定是草谋团 那现在基德海贼团其实有点惨 被各种四皇团虐 又是被红发虐 还是虐两遍 又是被凯多虐 到大妈那边还打了遍 但是大妈那边没有虐到基德 还被基德得到了这个历史证文 所以基德跟小强一样 感觉从战斗经验来说 基德海贼团被虐 还有这个挑战四皇的经验更多 人数上基德这边 我觉得人数也是更多的 而且基德这边有一个超越新的二把手 这一下就有点拉开差距了 那罗这边的话 虎精和企鹅其实战力还可以 但是他们也打不过 贝波在变成月师之后 贝波是这个真正潜在 或者已经明确被伟田点灯的这个副船长级别的战力 说实话还可以 但是比照基拉的话差点意思 所以不管是从副船长 人数挑战四皇经验层面 基德海贼团这边可能都供占牛市 所以我更看好除去船长基德跟罗之外 基德海贼团要比罗的海贼团要更强一点